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前总统陈水扁日前替宣布参选高雄市议员的儿子陈志忠站台,甚至亲手写下拉票姓韩,却被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在脸书上以先皇手遇讽刺,同党市议员女参选人陈宜君对此怒批泯灭人性。 前总统陈水扁写下的亲笔姓韩共有40个国字,7个数字和两个标点符号,却被梁文杰在脸书上奉刺是先皇手遇,梁文杰眼见引爆网友怒火就删文,但已有不少网友截取画面,广为流传,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女参选人陈宜君佐21日对此指出政治议题不应该泯灭人性。 陈宜君在脸书上写道,陈水扁身为过去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下的国家元首,更是促成政权和平转移的前任民进党主席梁文杰被民进党栽培20年才有今天,却以诅咒且八股之不堪入木文字,羞辱陈水扁,陈宜君痛批,这并非自己过去所认识的梁文杰。 你也许很有才华,但请不要视财傲物,你可以没有温度,但请不要泯灭人性。 陈宜君脸书全文